不要脸也可以解释为坚持 所以说我是坚持不要脸 大家好 我是朱世元江湖人真 人见人爱这一件正在 啤酒见了我 他也会开开 生活中我是一个非常 非常不要脸的人 这是朋友说的 但是我不想承认 虽然这是事实 因为我是做房产中介的工作 所以我只有不要脸 跟付责死车到底 才能弹成一笔大的单子 在爱情中 我只有非常不要脸的 对小姑娘死财烂仔 才会让他打动他们的芳心 对于父母 我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但是在我没有钱的时候 我会非常不要脸的抱怨 孙小贤说过 人要获得成功 有三个必备要素 一是坚持 二是不要脸 三是坚持不要脸 面前这个喋喋不休 油腔滑掉的男人 正是今天相亲的主角 我们就叫他诸葛吧 诸葛自称是一个 坚持不要脸的人 最为名不要脸 才能获得成功 成没成功不知道 感觉这道采访跟风球了一样 还找个跟林志玲一样的女朋友 我还想找个胡彦祖当男朋友 诸葛是杭州人 年龄24 身高180 工作是房产中介 年收入8万 诸葛一来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他自称会把工作中不要脸的劲 带到生活里来 所以后面可能会口臭 大家忍耐一下 诸葛之前谈过三次恋爱 但都被对方发了好人卡 第一次恋爱失败 诸葛觉得都是因为自己太过优秀 是因为自己的幽默 对方欣赏不来 但其实是因为忙着工作 没去照顾人家 女孩觉得她不够关心自己 不够细心才分了手 第二次女孩出国了 谈到第三任的时候 这哥们儿深叹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要说什么感人的爱情固执 谁知道人说了一句 他长得太丑了 所以我跟他分手 不是 你第一次见面 是没看见人家的脸吗 竟然不喜欢别人的长相 为什么要在一起 哥们儿你是不是对完美有什么误解 来人放洋丽 猪哥今天一共三场相亲 第一场适合一个叫蔡菜的女嘉宾 猪哥估计对女嘉宾的第一印象不错 一上来就油墙滑掉 但女嘉宾是个有点内向的人 有点吃不消猪哥这种自来熟 尴尬的一直在旁边干笑 显得非常拒谨 猪哥还在努力地活跃气氛 已经谈到仰慕人家那一波了 但此刻刚刚相信一分钟你哪来的仰慕 主持人都让他收敛一点 毕竟女嘉宾不吃这套 你要是想获得好感就换种方式 但这哥们儿不就不 继续油墙滑掉 还解释说这样说话是因为销售习惯 可好的销售反而是善于倾听的 对别人的情绪 态度上的反馈很敏感 不会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的 女嘉宾一直接不住他的话 后才的时候就直言觉得他太假了 一直在自以为幽默地 说着一些不着编辑的话 这让他很是反感和抗拒 诸葛第二段相亲的女嘉宾 工作也是销售 刚坐下诸葛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实话 适度的赞美令人愉悦 过度的赞美只会让人觉得轻浮 而见一个爱一个的诸葛 此时又轻浮又油腻 但这个女嘉宾还蛮喜欢诸葛的幽默 诸葛讲一些不着编辑的话时 女嘉宾一直在笑 看得出来这场相亲和上一场相比 气氛和谐多了 诸葛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但当诸葛问女嘉宾对他的出印象是 女嘉宾不知道为啥沉默了 因为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唱独角戏 诸葛就觉得自己讲笑话时 女嘉宾的笑其实是在笑他 随后以两人不合适为由 诸葛开始了今天的最后一场相亲 他认了最后一个女嘉宾在一个朋友的店里 诸葛的朋友大姨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上完饮料之后不仅没走 还兴致勃勃地跟女嘉宾夸起了诸葛 这位女嘉宾的性格也挺开朗大方 一直积极地回应着大姨 很自然地接到诸葛的梗 但诸葛相比前两位女嘉宾的态度 这次却有些异常的冷淡 冷像话也不说了 也不挖苦思黑了 就连坐姿都更加随意豪胖了 大姨知道女嘉宾会跳舞 就建议让她现场跳一个 而女嘉宾也丝毫地不扭捏 你要性感的呢还是动感的呢 我希望掺杂一个 性感中带一点动感 舞到兴起初 女嘉宾还要拉着诸葛一起跳 但诸葛意敢风格非常抗拒 最后表演了一个动眉神功 不过一番尬舞后 气氛明显带动起来了 他直接激透了我的心灵 震撼了我的灵魂 诸葛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非得整着油腻的言语 不过女嘉宾狠吃这一套 还特意给诸葛剥了个琵琶 但诸葛拒接 还突然说了句 女嘉宾都愣住了 本来和谐的气氛突然凝滞 但诸葛仿佛没有察觉 还一本正经的解释说 自己的意思是他俩性格很像 说实话这句话更像是在找补 他丝毫没有觉得 随意调笑女生的外貌 是一件多么low的事情 他自以为的幽默 其实只是毫无分寸的刻薄 最后还给女嘉宾发了一张好人卡 我只能说他是个好人 他就是个严控 对女嘉宾有没有感觉 不只是看对对方热不热情 随便看坐姿都知道了 这种向后撤的姿势 不只是习惯 还是下意识的躲避 诸葛自己也说 自己因为家庭原因有些自卑 所以会下意识的表现 伴丑 去取悦他人 但同时他也有着一部分男人的通病 普自信 且说话没有分寸 过度玩笑和不着调 惹人反感 还死性不敢